我看你这次怎么舒畅 他以为抓着你一个修路款的事 就摁着你的死穴 那烈士纪念馆堂堂正正就立在那了 我看他还能怎么说 行了行了行了 县里的事 我看他还能怎么说 别在这儿瞎逗逗 你别烦啊 不就挪用了个修路款吗 一分钱都没进你腰包 再说你修的是烈士纪念馆 谁还能说出点什么来 不是因为这事 你看啊 今天交谈的价格就是上不去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安和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的 安和的事啊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啊 那该康明商管 老刘 我可提醒你啊 压力是你们这个年龄男人的死敌 你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别犯傻 其实是压力啊 你放心 甭管遇上多大的事 我都跟你一起扛 要不说媳妇好 儿子怎么样了 好啊 真的啊 报了个雅思培训班 学了一期 又报了一期 为出国做准备 还挺积极啊 你 是不是看上班里哪个小姑娘了 去 你都像你呢 胡子没长出来就贪情帅的 我怎么了 你呢 当初我要是下手晚了 还轮得上我吗 德行 脸皮真好 哎呀 哎呀 进来 刘市长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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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呢 行了行了 别拍马屁了 坐吧 我呢 听孟书记说 你要为挪用修路款的事情承担责任 你是怎么想的 建烈士纪念馆是众望所归 刘仲他们开了个好头 我应该接过这一棒 至于违反财政制度 我作为县委书记 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责任的问题嘛 可以以后再说 不过让我和孟书记感到欣慰的是 在调查这笔款项的原则问题上 你没有计较个人得失 冲着这一点 大家对你以后会更加信任的 但是 你毕竟是出道安和呀 最重要的还是干部队伍的团结 一个人的本事再大 能力再强 也不能包大天下 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云岭要保增长 安和必须做出贡献 要不然的话 安和要是一趴窝 准拖拳式的后腿啊 你能不能坑个身啊 就知道点头啊 刘师长 之前安和的发展规划 应该调整一下了 很多方面已经不合时宜了 安和的问题 我觉得你跟刘仲多商量商量 我相信 你们两个会找到共同语言的 来啦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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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我 还在这儿说这么多话 赶紧赶紧 来来来 来来来 往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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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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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往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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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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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挺挺挺挺挺挺 重言不解呢 你拿这什么东西 好东西 门绳 贴门口上可以防小人的 哦 防小人的呀 好 好嘞 回头给你贴上啊 你甚至是最好 我个人都给你贴上了 就离开了 这是我vi要贴上 我太帮了 没错 好 好了 我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是给刘出去压压惊 什么压惊 胡说八道 那个 康处记 我们没别的意思 就是来看看老林塔 你进来的挺自然的 我请你了 你不是让我挑两点 有一句话别忘了啊 人在做 天在看 真是呀 你看什么呀 看 刘初心 你又说什么了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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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丢人线 刘初心 嫂子她是谁 谁是嫂子呀 刘初心 你俩能凑一块呢 小孙现在呢 到我那儿去工作了 她 念及老领导 说是给您通个信 我们就一块过来了 不是 不是 是你小子走了狗屎院了 还是你成了垃圾事故园了 不是 不是 老刘 你 老刘初心 我来的不是师父 白你姓 不不不 你来的正是师父 真的 省得我费唾沫星子对付他们了 老岳父身体怎么样了 脱离微笑 老康啊 这里外里你的事很多 你也得注意身体啊 到了咱这把年龄了 身体最重要 至于说 现在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 你不要往心里去 说实话 别说你一个县委书记 就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 一旦查出了疑点 就应该穷追不守 要有这个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是吧 说实话 我不在你这个位置上 我要在你这个位置上 我也一样坚持原则 柳市长刚才敲打我了 给我重申了两条道路 班子团结 经济发展 老康啊 是柳市长小看你了呢 还是你在我面前装啊 你说就这点道理 连个村支书都明白 你用得着问我吗 不问你问谁啊 你是安和的老书记啊 大叔大叔大叔 咱别那户不开提那户行了 行 我不跟你说了我有正事啊 清华 上医院 去医院 你老婆病的是不轻 你老婆才病得不轻啊 不是你岳父病了吗 你整天那么忙 日理万机 我们这些闲杂人员不能去看看啊 有有有 你看我 我真是成小人了 成小人之心 嫂子 谢谢了啊 你快点换衣服 我也得换吧 康明生那么对你 你还真把他当功臣功臣 还要巴结他啊 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我心眼小 没那么大肚子 肚量 对 没那么大肚量 哎呀 这跟肚量大小没关系 是 不否认 我跟民生同志呢 在工作上有分歧 有矛盾 这很正常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 背后嘀嘀咕 搞小动作 你记 喂 哎 哎呦 哎呦 姑奶奶 你可睡醒了 哎呦 你说话大点声 听不清楚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 我们一会儿去看文二他爸到医院 啊 哦 那那那等完事以后 那我找你去 哎 挂了啊 啊 林小兰啊 听着情绪不高 不知道谁又惹着他了 哼 还能有谁啊 康明生 哎呀 他现在心里只有康明生啊 任何人都走不进去了 怎么着 你还有点什么想法 你开你的车吧你 哎呦 妹妹 醒醒了 你都快急死我了 你说你这不是自找的吗 为了一个康明生 等了那么多年 只有你这种傻丫头骗子 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你别嫌我俗啊 你既然要我说 我说的就是这套俗理 你林小兰是咱们全云岭 最正牌的大家闺秀 当年衣中响当当的校花 漂亮 是不是 论学历咱MBA 论才干 咱们堂堂正正 副处即干嘛 这不现在有句词吗 叫什么 黄金圣女 还是世间罕见的 还是管藏级的 你说咱凭什么 非得 吊死在康明生 这棵歪脖树上 你说凭什么呀 直吗 他配吗 又不爱听了是吧 都让人给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还护着呢 我就说你这脑子里它浸的都不是水 是水泥 你都泡敷弄了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我不该来找你 我一来肯定是找你骂的 你就庆幸吧你 还有我 还有我这样的人敢骂你 敢跟你说真话 别的咱不说啊 就说康明生最近 他干的那几件缺德事 这人能要吗 能要吗 依着我告诉你 我早早的就躲得远远的了 康明生 现在这个五个吉他 有什么事 还有什么事 我只是想不想带来 就这么多的的时候 我再想不想带来 你找个人去 african 这第三个好事 还有什么的事 你们要因此 你还没要 想带来 识识 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说越不靠谱了 有你这么恶心人的吗 恶心人 我防晓仁 我就贴了 怎么了 我还一起贴 你怎么连个家庭妇女都不如啊 我告诉你啊 你是我媳妇 你丢我的脸知道不知道啊 我就贴了 我就贴 你有本事 把我给修了 我瞎给你撕了 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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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撕了 你别再问我了 这周围压力够大 今天对门那两口子 上医院去了 你知道吗 知道 那刘仲 刘仲真不是一般人 说话头头是道 聚聚在里 有灵有面的 金华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我这后背质发凉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 我来劝你是最不合适的 但我忍不住说 你到安和这头一脚 就踢石头上了 总该知道疼了吧 是 事是过去了 能不留下阴影吗 你得罪那么多人 他们能放过你 虎视眈眈的盯着你 戳你金脸股 你安和怎么待 云灵你怎么待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 你得为孩子 为老人想想吧 落了那么小 整天担惊受怕的 我怕他留下阴影 你要是愿意 再马上办手续 办什么手续啊 出国呀 去美国 你要是不愿意去美国 加拿大也行 新西兰也行 我以为你想好了 才回来的 不出国也行 咱换一城市 说白了吧 我就不想让你 当个受气的官 你以为我是官们一样 那你为什么 康主线 怎么样 上面大宴重新拨款了吧 怎么了 北规能用资金选 能不能够出 可以重新拨款就提不上日程 另外 今年市财政修路款 已经划不到位了 得等明年 当初啊 我们这上年 划了一张大笔 这账早晚得还 现在不是都说吗 出来混得还啊 既然要还 那就得趁早 如果这条路 再出什么事 那咱们县委县政府 又真的是草剑人命 康主纪 您这话再理 可钱 从哪出啊 王院长 财政上还有办法吗 这几年 这几年 现财政的支出啊 都向交化干线倾斜了 没活钱 你就别再打这个 财政的主意了 刘副建长 你那边 我也不是财人爷 我有什么办法 领导定吧 要不咱们搁下人头 拖一拖公路局的关系 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做个特殊照顾 康主计 那公路局的门槛啊 都快被咱们踢烂了 人家何局长对咱没少照顾 也把咱们烦透了 你要想在公路局再拿点钱 那就只能看你的闻事了 行 我再去找会长试试 老刘 那取资料 帮我们多准备就好 资料都在公路局呢 用不着准备 你看我干吗 想听听您的意见 那康主席布置的工作 都不算数是吧 赶快去准备吧 老王 上岭这条路那么容易修啊 你也给吹汤人呢 我说这老刘 什么时候改改你这个驴脾气 不想能改 不过啊 刘同文说得对 这没有前因 就没有后果啊 是吧 您看啊 这个班子里头有情绪 是因为大家伙 跟刘书记有感情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那刘书记刚打电话 问产业园的事 你可别忘了 你是焦化产业园 筹备小组的组长 时间仅任务重 你可不敢松懈啊 您放心 咱产业园项目啊 外事俱备 就差焦化干线通车这个东风了 是啊 贺局长啊 我们的确是有困难 安和的发展刚刚提速 要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有点导弹不开 当然 当然 那当然我们认证 市里面的确给洪道领 获过修路款 可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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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意思 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要不咱们能够 厚着脸皮 再炒您身手 那好 今天晚上 那我赶过去 我当面向您回报 喝到机场 我真的谢谢你了 喝到机场 我真的谢谢你了 县长 好消息 您这是怎么了 没事 老毛病吧 我早就劝过您 让您去医院调理调理 您就是不听 没时间啊 你说 什么好消息 大喜事 交通局给我拿电话 咱焦化干线正式通过验收了 验收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 康书记知道了吗 康书记在乡下 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还给其他的主要领导 都发了短信 这对安和来讲 确实是个好消息 咱们应该搞个什么通车仪式 庆不庆的 对啊 你通知刘书记了没有 我跟您想到一起了 我给他打电话说 我说这个焦化干线 就是您一手养大的娃呀 这他修成了 您不能不来贤彩啊 您猜刘书记怎么说 怎么说 他说啊 这条路对安和的交换是至关重要 建成了值得庆贺 但是呢 人家康书记正为这个修这个上瘾村的这个 修路款犯筹呢 咱这头瞧我打鼓的 怕引起误会 当然 刘书记说了 这是他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刘书记说得对啊 康书记正在为修路款分仇呢 咱们呢 帮不上忙 就别添乱了 万县长 还有件事啊 想跟您念叨念叨 你说 表面上看 这修路款的事啊 有了结论了 这康书记也为此承担了责任 可我怎么觉得 树欲惊 风味止 谁爱怎么想让他怎么想 刘市长给我的任务很明确啊 就是全力配合新领导的工作 稳定安和经济发展大局 我还是那句话 做我该做的 好 您得空啊 去医院看看吧 我先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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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再做 into 怎么办事 呢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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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客气了 这算什么呀 我的就是你的 丁老板 这个酒是好酒 可是我这个品味要是喝上去了 下不来怎么办 我说老弟 这你放心 只要我在安和待一天 保证供应 我要是断了你的对 你就断我的店呢 这是你说的 再说了 这算个屁呀 咱说 说点正经了吧 这个焦化干县修通了 县里给你们办了这么大的事 你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你是说 解机生事啊 没问题啊 我做通 不 这条路修通了 是大家伙沾光 要请和大家伙一起来 我告诉你啊 不要讲排程 不求花钱 只求造势 行 那没问题啊 待会儿我去安排 那你说 县里边都请谁 在家的所有领导 都要请 一定单请一下刘仲 那 包括康平生吗 当然 这个事就是造给他看的呀 你们这帮人往那一做 就代表着安和百分之四十的GDP呀 这就是事啊 这个事 任谁也得买账 高 高 好 嗯 喂 西准 怎么了 啊 康书记 今天晚上请客的事 您没忘了 什么没忘 您忘了 咱着急交化企业的那些老板们 筹公路款的事啊 这是好事 这样 我在去市里的路上 公路局何局长正好出差回来 我们俩晚上约见面 你约了何局长啊 对 不好意思啊 你替我陪大家喝两杯吧 没事没事 您先忙 这边我处理 您先忙 好吧 康叔姐您还别说 这路这一通啊 跑起来痛快多了 喂 康叔姐 你好何局长 你来了吗 我在来的路上啊 是这样 晚上呢 刘市长临时安排了一个会 咱们呢 只能改天了 说实话 咱们见不见面不重要 红枣岭那条路 既然已经批过装款了 你就是书破天据 我这也没有办法给你几钱了 再说了 咱俩那笔款的问题 不是还没结论吗 这个时候 我是帮不上你们了 好吧 我明白了 这样改日我请您吃饭 好 康叔姐 那咱们 各位老板 您意思 不好意思 刘书记还在路上 得再等会儿 修主 那既然是县里请客 康叔姐咋不来啊 这得怨不得康叔姐 谁让你们定了那么急呢 是吧 康叔姐那个回市里有点事 哪天啊 你们单请他 不用单请啊 咱们现在群英会 我哪能不来啊 来来来 看出去 来来来 这儿这儿这儿 坐 咱们现在交话老板是 祭祭一堂啊 怎么怎么不动筷子呀 等我的 刘书记在路上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 来 走 哎 焦化是安和的支柱产业 在座的各位 劳苦功高 康司令客气了 没有政府的支持 我们在座的企业 哪会有今天呢 嗯 这话说得实在 说到经济发展 还有一位大功臣 咱们千万不能忘了他 就是刘仲 刘书记 安全 谁在后边求我 刘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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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咱们的功臣 刘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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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整我呀 这叫整你啊 你让大家等了那么半天 这头杯酒你躲不过去 是 我这条落水谷不怕打 行 我先刷两句 刷两句啊 这个我宣布一条纪律啊 在我讲话的时候 任何人不许插话 插一句 发一遍 好 发一遍 哎 这个第一啊 这条路绣通了 这是安和人民的大喜事 所以这顿酒不存在谁请谁 今天在座的 有一个算一个 往高兴里喝 今儿谁敢不高兴 哎呦 刚宣布了就 认罚 认罚啊 认罚 发一遍 发一遍 第二啊 虽说这条路 是我在任的时候干的 但是呢 离不开在座大家伙的支持 尤其是老刘 刘副县长 为了修这条路 天天是以路为家呀 哪是副县长啊 整个以监理员 为了修这条路 跟他媳妇都快离婚了 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媳妇找我好几次了 说回到家 孩子都不认这个爹了 你说是 刘副县辛苦啊 来来来 刘首席 你过奖了 刘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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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明天会更好 来 谷什么掌 谷什么掌 我又不是做报告 康主席 您说两句 轮到我来 县里不惜写本秀这条路 就是为了让交化企业 再上一个台阶 也是为了安和整体发展的大局 所做出的决策 现在这条路修好了 通过速度提高了 运输成本降低了 这可是 你们实实在在得到的实惠 感谢康主席 来来 主委 我提个建议啊 咱们一起进康主席 来来来 康主席 来 谷哥 你容不把话说完 如果要说感谢啊 我觉得 最应该感谢的是安和的群众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条路是从 百姓的牙缝里抠出来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脸 康主席 这个话不用说 我们大家都是安和人 我们心里明白 知恩图报 饮水思源 既然大家 从这条路上得到了实惠 那我现在就斗胆 向你们提一个请求 修建红枣岭那条路 已经迫在媒介了 而现财政啊 实在是住进见招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各位大老板啊 能不能从你们得到的实惠当中 舍出那么一点点 等于凑个分子 大家都是马上 这条路也就修成了 我先向大家表示感情 康主席 您这话算是命令吧 是啊 康主席 这个不算是变相的财卖吧 修建交化干线公路 县里停建还建了 十多项直接有关民生的项目 政策的兴兴 是限了一天 既然群众承担了发展的代价 理所当然 应该共享发展的成功 既然政府帮你们发了财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你们帮助政府 承担一部分社会义务 再强再力 刘书记 王县长 你们觉得 康书记说的有道理 这个康书记的酒不能白喝啊 我再说两句啊 是啊 安和的经济发展 你们在座的都有贡献 别忘了 你们也都是受益者啊 我说这个话没别的意思 不是说我眼红 现在县里有困难 你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各位老板 康书记第一次跟你们张嘴吧 啥意思 意思意思吧 那没问题啊 那要看康书记怎么喝呀 那给个数呗 喝一杯两万 三万 五万 八万 行行行行行 也别三万两万八万的了 我拍个板 康书记每喝一杯酒 咱们就十万 怎么样 诸位啊 对 好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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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各位老板爽快 我先替洪焦领的百姓 感谢诸位了 替我数着 康书记 这个不 小辈子可不能算啊 这样 我索性用这个 再看差不多 好 好 十万 好 我给您储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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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接着来 接着来 老师爷 得罪了啊 得罪了 好 好 好好 好 再来一杯 再喝一杯 一百六十万 好 好 两百五 两百五 好 好 两百三 两百三 两百五 多少钱啊 二百五十 好的 二百五十 谢谢唐叔叔 来来来 还有谁 还有谁 来 唐叔叔 扎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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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扎死你 你是没看见 教华厂那几位 抡着番都管我 我今天这顿酒喝枝了 红道领袖路的钱 我搞到了一半 一半啊 一顿酒 什么意思呀 你也学会喝酒换钱那套了 那没办法 我是得得从人家兜里额钱 你以为啊 容易啊 没帮人 酒后说的话算数吗 敢不算 我 我喝住命就跟他们喝的